这一次,沙特足球又用超能力瞄准了姆巴佩。当地时间2023年7月24日,多家外媒报道,沙特联赛利亚德新月已向法甲巴黎圣日尔曼书面报价姆巴佩,转会费达3亿欧元。 另据CBS体育后续报道,这名法国前锋预计将获得一份为期一年的天价合同,包含肖像权等收入,年薪可值7亿欧元。如果这笔交易最终达成,7转会费将创造足坛记录。超过大巴黎在2017年为内马尔支付的2.22亿欧元转会费,姆巴佩也将超过年入境2亿欧元的C罗,成为足坛历史上年薪最高的球员。 换算下来,在这份合同中,姆巴佩的月薪约合人民币4.6亿元,每秒则能赚取约172元人民币。实际上,如此高昂的合同金额,放眼整个职业体育也无出其右。 据美国商业媒体Front Office Sports统计,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整个职业生涯至今的薪税为5.31亿美元。NFL球星帕特里克马霍姆斯10年合同的总额为4.94亿美元。 老虎伍兹整个生涯所赚取的PGA赛事奖金则为1.57亿美元。此番沙特愿意砸下重金。 瞅准了大巴黎与姆巴佩之间再起风波。 今年6月,姆巴佩就曾以书信形式告知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,他不会行使合同条款续约一年的选项。 将在2024年6月合同到期后,以自由身离开。姆巴佩的高调表态让大巴黎陷入被动。 毕竟放任姆巴佩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,对俱乐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损失。 7月初,俱乐部主席纳塞尔曾公开表示,如果姆巴佩想要留下,那就必须与俱乐部续约。 面对俱乐部的最后通牒,姆巴佩也继续强硬回击,据英国天空体育报道。 姆巴佩坚持在旅行完最后一年合同后离队,甚至不惜为此修占整个赛季。 此前,巴黎俱乐部公布了日本之行的名单。姆巴佩已被排除在外,但他照常于7月24日出现在巴黎训练基地。 据阿根廷TYC Sport报道,利亚德·星月曾以每年10亿美元报价没息。 在最终遭到拒绝后,沙特俱乐部用这笔巨资瞄准了姆巴佩,甚至承诺他可以在一年之后自由前往新一一九的黄马。 沙特给姆巴佩开出的天价合同,引起了全球体育界的轰动。 詹姆斯在设媒晒出狂奔图,并配文当他们提供一年合同时,我前往沙特的样子同为NBA球星的字母哥也发文,利亚德·星月,你们可以把我带走。 我看起来像基里安·姆巴佩,实际上,在沙特近年来针对体育的布局中,足球正是其大洒晶圆的重点目标。 然而,这个中东国家的超能力显然已经影响了欧洲足球搭建的游戏公平,为保障联赛的公平竞争。 欧足联历来就对各俱乐部的财务收支有相关限制。 在最新的财务公平规定中,欧洲俱乐部在三年内的亏损不得超过6000万欧元,而到2025-2026赛季,俱乐部收支比不得高于70%。 不过,这些规则无法限制遥远的沙特联赛,这些不计成本的俱乐部频频利用高薪挖来欧洲赛场的名将,在惊吓加盟极大联合的本则马·坎特,年薪就高达1.721英镑,8600万英镑。 对于沙特联赛疯狂的杂钱影员,英超富勒姆俱乐部副主席Tony Khan表示,这太不可思议了,如果你有足够的钱,你甚至可以逃脱任何惩罚,并试图签下世界上所有顶级球员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,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,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,谢谢大家。